各位奇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 阳光灵杯第五轮 刘大华老师与赵伟大师的精彩对局 红方他选择的是飞向局 黑方的硬左中炮 红方马发进气 黑马进散 红G9平板 黑方G平板 红马进散 就是放经典的一个飞向局 屏风马的布局定式 这个开局我们也会在夜三胜巴叫案当中 破向局那一篇 给大家站在后手的立场上 讲清楚如何克制红方这个开局 那么本局红方走的是足三进一 那为什么这里可能不去走足夕进一呢 因为这里好像马发进气 这个开拔也很有必要 那么这样走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大概是为发展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形成红方双炮过河 那么这个封锁以后 飞向局就有很大的空间 那肯定是很符合红方的一个发展精神 这里肯定是黑方主义下风期 虽然实际上这足三进一 应该说也是目前比较认同的主要普遭之一 红方就泡八瓶酒 黑方呢肯定是不宜跳正马 但是呢也会经常在网上看到张下 那为什么在职业的比赛当中 就是跳正马一般不出现呢 我们就简单给大家拟力 它具体的原因是这样 那这里过河以后 你也没有不平和对聚的道理 那么横距压马以后呢 在局二进三 那么保住这个马 红方呢就拼三进一 可以泡九退一 非常经典的一个反击你过河去压马的一个战术 但是由于你这个利益呢 动作呢持了一张 所以说红方可以从中把马跳出去 但你来攻我的时候呢 我就躲 你一跳的话 我这里逼你 那么你踩进来呢 我就泡足进四 显然这个起义呢 是红方呢处于了满意的一番 所以目前的理论呢 还是认为 黑方是只能去挑鞭马的 红方追平了 老普在这里呢 无疑是居酒平吧 非常的自然 让红方居要进五以后 那么四季在炮八平期 争抢先手 或者是呢 居八进四 就是说立足呢 去稳健 但是本局赵伟大师呢 他直接躲了脸炮 看来现在的年轻起手呢 对上老派的特大 不管是橡架 还是呢 这种比赛 那么都是呢 喜欢去用强 特别是像本届 阳光临杯 红制特大的第一轮 那么显得可能有一些过分 最后呢 反而被柳大华特大呢 给拿下了 所以呢 别看这些老同志上去拿下 很容易的被人欺负 但是功力他还是摆在那里 也是特别要感谢呢 这些就是呢 老牌的起手 能够呢 这样去无私的奉献 那么上去以后呢 跟年轻人 就是产生一种不平衡的拼杀 确实呢 会产生出很多的精彩对局 那我们欣赏起来呢 也是呢 非常的享受 那么红帮炮八进四 这个风机也是呢 必然 黑方呢 就居酒平吧 招访下的很潇洒 直接在布局呢 没什么补偿 那么就对了个窝居 齐局来说 肯定是立刻呢 就脱补了的 这也是黑方有意呢 去引导的一个选择 尽量把战线拉长 把水搅混 就有很多机会 在中场局阶段 逮到浑水摸浴的机会 否则你想直接去强杀 这些冠军特大的话 还是呢 很不容易的 红帮炮一进四 黑方炮局进四 这里炮八平区 黑方足迹进一 那么走得很老烈 那这样红帮也不去跟你对局 而说呢 不是 必看你打这个 将来可能有打向上的一个先手利用 反正这里呢 就是说直接去对局的话 好像有点帮助 对手呢 调整马位的权益 那黑方逃足以后呢 他也就跟你对局了 因为如果说你不对局的话 他就主动跟你对了 对完以后 他有炮一平三这样的手段 所以说这里呢 肯定要主动对局 对完以后马八进击 红帮在这里呢 就很关键了 细腻一点呢 应该是先去打了他这个底下 打完以后呢 再炮一退役 那棋局呢 在巡河线呢 实施封锁 应该是呢 会比较主动 那么实战红帮呢 他可能就是确实 没有年轻 力壮时期这种 奇感的敏誉 他选择是直接的退炮 他认为呢 也没有问题 确实呢 理论上来说 可能也不存在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你的马位呢 不要尴尬 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当中 每天是下两盘棋 现在进行了第六轮 各方面呢 都处于呢 透支极限的状态下 那么你就不容易把这种 被动的盘力处理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看呢 红帮马八进了 这里呢 都没有问题 红帮向三进一 黑方炮六进啊 红帮兵一进一 这里呢 选择交换 以上黑方的处理呢 就非常见功敌了 虽然说他比较迂回 那么调动中炮的来交换 那么看似还让你过了个边边 但是他好在能够解放七路嘛 下手马鸡进了跳出来以后 立刻呢 能够虎视了前沿 红帮兵一平了 红帮呢 就一马登刷 那么这里把中向取掉 有辅助可以解放了三路嘛 可以说黑方在这里呢 攻破红帮阵型以后 基本的出盛事 说说黑方刚刚这个调动中炮 看似很笨 而且从战术层面来说 确实属于呢 损兵折将的行为 但是从战略上来说呢 又是一个统领全局的妙兽 建议大家可以呢 多体会一遍 红帮呢 这里吃了一个足 黑方马三进四 红帮炮八退四 这里呢 马五进七 先将将完以后再马四进六 双马解禁以后呢 牢牢的像潮雪一样涌进来 那么红帮处于了一个攻守时矩的状态了 实战只好呢 把阳脚石打开 黑方呢 就顺手牵牙 再得一项 红兵五进一 这里双马一逼的时候呢 可以逃去盘头马 黑方就炮七平三 红帮的马六进四 黑方炮三平了 红炮八平九 这里也是撤回了呢 打币 非常具有大旧观意识 一旦把这过河边消灭 红帮应该说就丧失了反扑的机会 关键也是顺势呢 可以调整炮位 红帮炮九尖四 肯定是炮八平击 红帮接走 炮九退下 黑方呢 马六进击 红帅四平五 这里呢 在马八进六 红炮九平八 这样的退炮 但你这里呢 这里要打的时候呢 他可以马击退吧 红帮呢 就马五退四 黑方呢 在走了一个马八退六 这里呢 是马八退六 红方呢 就马四进六 黑方呢 在马六退四 就是说双方这一段的运子呢 其实是需要很强的一个职业功底的 特别是黑方的这段的运子步伐 这里呢 也不太容易给大家表达清楚 这样运子呢 他究竟体现在哪里的功力 只能寄希望给大家呢 多去体会 才能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力量在里面 红帮呢 是炮八退下 黑方炮击平五 这里呢 电波心怕 接下来黑方肯定是要打的 因为打完以后呢 也只能再打 那红帮马五进四 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脱身的一个手段 那么这个棋的话 红帮肯定就输了 这里跳马斯进来以后呢 黑方不是 那么你没有偷鸡的机会 那也只好被迫投资任夫了 确实呢 局面也是很明朗 那么这盘棋呢 红帮就是在布局转入中局的阶段 这个炮鱼退役的时机呢 法旺呢 出现了一些误差 立刻呢 处于呢 黑方全面压制的状态 那么又没有办法呢 去在逆境当中呢 调整出来 当然说也是要得益 赵伟大使确实下得很好 特别是终局呢 运炮的这一段 那堪称神来之彼 本局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间的准备 回来 谢谢大家